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第三的一个手游了 它在中国也是很风靡的 它内置了很多功能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我为各位外国朋友们 在这期几书视频 主要是想让大家来看一下 中国版主要与外国版有什么不同 比如说Crossfire NA 还有Crossfire Korea 还有Crossfire Langes 这三个版本各有不同 但是总体来说三个都是外国的 还有一个是孙国的 这就是他们的不同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商城吧 商城的话是比较简洁明了的 不能说简洁明了 但是它是已经非常勇敢了 因为英雄级各种英雄级 各种英雄级 让非人民币玩家根本活不了 当然了对各位外国朋友来说 不是人民币 可能是美元 有可能是泰铢 也有可能是越南盾 对不对 这有可能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普通的商城 普通的商城也是各种坑钱呀 比如说USP神法 这是最新上的神器 VIP3是才能购买 但是呢 VIP3至少需要你在游戏内课金 也就是充钱的意思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的好 为社会主义弘扬 弘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而为马化腾赠送人民币 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说法 但是呢 各种英雄级武器都是让你 就是让你这些非人民币玩家 不得好死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竞技 竞技呢 它也有很多模式 其中这个赏金爆破 就是类似于CSGO的一种模式 进去呢 就是 进去呢 就是 有初始金币 但是你需要自己购买装备 这和CSGO的模式基本能一样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以去Steam上下载一下 试玩一下 然后呢 歼灭战 这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 和爆破战差不多吧 但是没有C4的安装 而且地图也比较小 然后人机试连 这个就不说了 大家在各种外服上面也 肯定都 已经见识过了 个人站 下面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是呢 团队站和爆破战的地图 都比外国服的地图多了好多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游戏客户端 这么臃肿的原因了 我们来看一下 游戏客户端的话 现在我是一个正常使用 然后它的总应大小已经1.17GB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再更新的话 比如说可能有的大逃杀版本的话 那至少待1.5GB了 这对于那些比较老的手机版本来说 根本是一个噩梦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来一局 呃 国服现在特有了一个休闲模式的一个地图 就是跳跳乐 跳跳乐就是类似于一个我的世界 minecraft里面的跑酷模式 跑酷 然后它也就是各种跳各种跳 我们先来试玩一下这个最新的地图吧 它叫十准太空之旅 一看就知道是十万个笑话 为腾讯出了各种钱 各种说好话 然后腾讯才同意 说这个地图了 我们来看这个跳跳乐的 跳跳乐里面的音乐非常relax 非常relaxing 这个音乐呢 也是挺放令人放松的 我们来看这个跳跳乐其实根本没什么好玩的 也就是跳一跳然后都不装备而已 但是呢 如果是一个娱乐 它倒是挺是一个好趣 呃 这个地图做的其实也挺不赖的 就是感觉有点空虚 对不对 空虚 没错 就是空虚 好的 这是大转盘 就是为玩家设置各种障碍 fuck 各种障碍的话 就是组一些小挑战小关卡之类的 要不然没挑战性的话呢 也就不叫一个好游戏了 好的 在这里我会快进一会儿 到最精彩的地方了 我会给大家继续解释 好了 我们到达这个喷火关 这个喷火端也就是跑到了末端 有一个喷火器 然后会定时喷火 这也是一个障碍 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也是跳跳乐界的老司机了 当年为了获得 当年为了 获得刀锋2017和夜玫瑰2017 我也是 我也是拼了命的跳 一天跳二十四 一天跳六小时左右 也是 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个比较难了 这个是比较 要求技术的 反正我是不会跳 我已经 all game over了 fuck 好的 这会儿就敬一会儿吧 让大家欣赏一下 它游戏自在的配乐 大家来看 它这个场景做的也是挺不赖的 风扇也会转 当然这是在最高画质模式下 当然在最低模式下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转 也许有可能不吧 然后呢 这墙壁上面也有十万个冷消化的广告 肯定是 抛钱了 就像我们游戏玩家科技一样 但是呢 这个十万个冷消化这个地图 我感觉也是 在所有跳跳乐地图里面 做的最好的一个了 因为它是 体材设定在太空里面 而在太空呢 本身就是一个科幻 然后呢 这个科幻体材呢 再加上一些中空的设计 必定会让玩家忠心 但是这是一个陷阱 必定会让玩家忠心的 然后这个地图呢 总体来说 它的色调把握的也很好 然后各种 各种空间啊 比如说内设 比如说这个飞船的之类的 也让玩家 比如说那个 感觉真的像太空之旅 正如它的名字 是太空之旅一样 感觉浮想偏偏 有 感觉浮想偏偏 然后各种陷阱呢 也做的不是太难 也不是太容易 这样的话 更增加了这一款游戏的 游玩乐趣 对不对 然后呢 游玩乐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地铁吧 或者是飞船之类的 地铁之类的 然后它这个就是定时被会喷出 但是它这个 它这个飞船 太空内的飞船 真的是做的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是 如果说是在其他模式的话 兴许玩家就能 驾驶他们 如果能驾驶他们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呢 这是一个跳跳乐地图 跳乐呢 主要就是 玩家就是跳跳跳跳跳 然后获得装备 然后好顾 然后继续课金 这是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有个最火 最爱的钢琴 但是这个钢琴却不能弹 而且这边也有什么 原命卵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马上就要到东间了 这个地图也不是多长 感觉没有像 钟楼那样长 它这个地图还是挺短的 我觉得最长的 最长 而且最没有意思的地图 就是钟楼了 它那个地图又长 又没有意思 然后玩起来又比较复杂 我们说复杂吧 就是 对 然后呢 这个 他们说是有时冷神长 但是其他并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 ZFM呢 在这个游戏优化的方面 做的也挺不错的 然后就是在你完成主线任务之后 他会自动给你分配一个 加以后的支线任务 就是这个支线任务也有很短 也就是也没有任何陷阱 你就是直接可以获得另一个奖 但是这个奖励呢 也不是多少 然后你获得到之后了 通过一段距离 你又可以到 你发现你又到 其实点了 第一关 然后呢 我们这一关就完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反正呢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下载的话 我一会儿会在视频的简介区里面 给你们留下网址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记关注我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了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